去过阴曹地府的都知道 阎王三更要你命 岂能留人到五更 然而这个男人 却一直等到了天亮都还没死 他不仅如此狂妄 而且他还不慌不忙地 给猪打败上了 寄个大红花 再给猪做个死法 就是如此悠闲自得地面对死亡 原来这个男人叫韩卓 为了那天改命他费尽心思的炼制长寿丹 奇料就在他阳寿将近之时 恰巧让他死亡 让他炼制成功 韩卓赶紧扶下了长寿丹 老太隆重的模样 瞬间变得英姿幻发 然而还没高兴两秒 突然飘来了两道黑影 通晓阴阳术的韩卓 知道是黑白无常前来勾魂了 那时吓得撒鸭子就跑 他跑 他追 他叉叉难飞 结果韩卓伸手脚剑滑的 跟个泥丘一样 还是一溜烟地躲进了鸡卷里 看着穷追不舍的黑白无常 韩卓急中生智 竟学起了鸡脚 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 黑白无常不得不空手而归 韩卓也算是很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反观黑白无常就惨了 因为没有勾来韩卓的魂 那时被鬼王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你们都是蠢财 你们被那狡猾的家伙给骗了 因为鬼王生前被韩卓捉弄过 因此不将他给勾来 鬼王那时势不罢休 然后鬼王在阴阳镜中 发现韩卓跑进了一个破庙 那时赶紧派牛头马面前去勾魂 此时的韩卓死里逃生 吓得一身冷汗 情绪有点小激动 在破庙里 他偶遇了一个白面书生 韩卓语无伦次地说 黑白无常要锁他的命 书生倒是很坦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生与死都是注定的 死又何惧 我想死还死不成呢 韩卓心想你在内喊我 我为了活命 腿都跑断了 说话间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韩卓知道牛头马面要到了 那时赶紧拿起一块板砖 就将书生给放倒了 然后又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 来了一招偷梁换柱 牛头马面赶到后 以为书生就是韩卓 那是二话不说 直接将书生给拘到了阴曹地府 到了地府判官 就让牛头马面抽他几棍 结果几棍下去 书生倒是睡醒了 判官却傻眼了 这压根不是韩卓呀 判官赶紧让牛头马面 将书生还扬复活 一而再地搞不定韩卓 这次判官亲自出马了 结果来到阳间后 韩卓却说就算是死 也要给自己的万里亨喜干净再上路 判官一听来了兴趣 什么是万里亨 韩卓指着一头黑柱 这就是万里亨 他可是从东一部族 上供给天子的贡品 自己花了几千两黄金 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一个时辰能跑一万里呢 可惜自己要死了 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有缘人 判官一听 这头猪那么厉害 就赶紧用自己的千里马 跟韩卓换 看判官上了当 韩卓赶紧骑上千里马跑路 临跑还不忘嘲讽判官 笨蛋 然而判官却微微一笑 原来他的千里马 有导航定位 此时的韩卓 那叫一个得意忘形 一路风驰电车 突然前路阴气弥漫 电闪雷鸣 就连千里马 也不听使唤了 突然 一到阴风就把韩卓给带到了鬼门关 刚才有多得意 现在就有多悲哀 现在竟然落到了鬼王的手里 鬼王直接将韩卓给打入了18层地狱 受尽残酷的地狱父亲 正所谓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就越会远离而去 如果真有18层地狱的话 你最想将谁给扔进去呢